我們是WeGo Outdoor 然後我們在介紹燈的時候 可能有人會對這個包包有興趣 這個包包也是我們看了很久 然後比較過很多 甚至去試背其他款的 我們才選擇這一款 那為什麼選擇這一款呢 一開始我們有背的 我們有Dutor的Petula Viral 它是性價比蠻好的 就是蠻重的 然後我們有看到Oxbury的包包 最後我們選擇Gory的Stuff 65升的 它是一個很基本的 那最主要的 所有其他包的功能 它有 那最重要的是說 它的背負系統 它這個可以調 從S、M、L 這邊都可以調 然後它是魔鬼磚的方式 魔鬼磚的方式 你就可以去不斷的調整 那你要調 到M跟L之間呢 還是多少呢 都可以自己去調 那有的人 吃比較多 比較胖 還是比較散 它這個地方 腰的地方 也可以調 這個功能 很多其他包盤 可能就沒有 那再一個是說 它的那個 背負系統 看這邊不錯 通風 這邊也有孔 通風 那基本上 它沒有什麼 太特別的功能 但是 光 背帶可以調 腰靠可以調 這兩個 這兩個 特別呢 就可以 給不同生產的人去用 那我覺得這個是 它 蠻好的地方 然後另外一個是說 它差不多1.7公斤左右 是一個很 算輕量化的 一個包包 那它再來 是說 像Ossbury 它可能沒有 沒有附那個 防水袋 那它這裡面的話 它就附一個 防水袋 下雨天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它拿出來用 基本上它 一般 去登山的 用的 到的都有 然後 而且65公升 它也有45公升的 45公升跟65公升 除了差在於說 它的容量大小 有差之外 實際上 它重量不會差太多 然後45公升的呢 它這個腰的這個地方呢 它就不可調 然後它也沒有這麼厚實 所以說 它們兩個好像才差差不多多少 台幣700塊左右 所以說 你講說 共量沒差多少 那你會 直接上65升 那種 三天兩夜的啊 兩天一夜的 四上都可以 背這個背包 然後 還有一個地方 我覺得這個是 可能Duter這邊 比較沒有的 就是可以綁一些睡袋啊 或者是帳篷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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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便 然後 這個地方 就是有差異的 就是說 在45升的 它就沒有這個隔鍵 在65升以上 它才會有這個 睡袋隔鍵 剛剛 下次上次 查在這裡 其他 它就是一個寶寶 呵呵呵 呵呵 就這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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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